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星成 星成 页星成 你在哪儿 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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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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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妮 曼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那种我卫生 你不要陪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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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陪我 还想? 我干嘛 我干嘛 你再说 我干嘛 我干嘛 你海拔 我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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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 我现在也赶不回去 这样 等我忙完我立马回去 来 莱莱 随便跟我说话 让我演也听 怎么了 哥 我刚刚碰到沈漫宁了 沈漫宁 我跟他之间的问题 已经整理清楚了 我不会再对他做什么 但是刚刚 我带着他去追 言星成的车 言星成似乎在追一个 很奇怪的人 那个人带着他 进了飞车场 言星成差点出了大事 真的 哥 庄家的内斗 还没结束呢 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 沈漫宁的家门口 言星成应为什么会去追他的车呢 哥 如果蓝海出问题 那刘光跟他们合作 岂不是也要受牵连 这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会调查清楚 可是我最近 听我的话 别再绞进庄家和蓝海集团去了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 好 怎么样 伤口还疼不疼啊 有没有进水啊刚刚 没事 你都不知道 刚刚那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我有多害怕 我就知道我自己 我不能跑得快一点 可以追上了 说什么傻话呢 我都能够顺口 你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的 言星成 请你答应我 你 你哪怕是为了我 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如果真的要去面对 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带上我 我爱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一日约会 今天突然出现的那个人 还有 我本不想告诉你的 星成 我不想再让你卷进庄稼 和蓝海的斗争中 我想尽我一切的能力 保护好你 让你和所有的普通女生一样 生活和恋爱 星成 好 我告诉你 其实他们找的就是这枚私人印章 他们是觉得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啊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我不怕 只是 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吗 星成 我想起来了 我在海外出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信言 游往我的口袋里 塞一样东西 但是后来我在医院 醒过来的时候 你 方响 还有袁帅的出现 打乱了我的一切 再到后来 我就跟你回了庄家 我就把他遗忘了 但是在我们一次争执中 我发现了他 是一个玫瑰样式的胸针 胸针是外公送给母亲 和小姨的生日礼物 预示着他们是 庄家的双生姐妹花 在我记忆里 母亲经常佩戴的 那一定就是了 怪不得信言在离开的时候 他交代我 一定要替他完成 原来他是要我 把这枚胸针带给你 让你可以替他 拿回你们的蓝海一星 行程 这枚胸针现在还在我家里 我今天早上 好像不小心把他打翻 掉到我床底下了 确定吗 我回去就把他收好 明天早上 你亲自来拿吧 好 行了 行了 你别哭了 你都哭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再哭下去 别人还以为我怕你怎么了 那人家心里难受嘛 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嘛 我就要哭 你哭 你哭 你想哭多久哭多久 你哭我听着 你生气我受着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我去找元帅 不找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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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祖宗 那你想听元帅以前的故事吗 盯着 盯着你 你没有什么元帅吗 你的席在哪儿 来吧 那儿在哪儿 谢谢啊 你也是同胞吗 谢谢 谢谢 你 你干嘛啊 我以为你是来帮我的 原来你和他们一样 胡蛋 别动中国人 你管得着吗你 你觉得呢 哦 哎 那这么说 你才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 哎 女主角 后来 没有 胡 books 对 这 不 迪 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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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what you're doing here celebrating your birthday on the streets 看他吃牛奶 這就是牛奶 這就是牛奶 你破壞他的心 你破壞他的心 他站在那裡 各位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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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 Lee,來吧 我來吧 他來吧 他來教我一課 好嗎 好嗎 你先來 uh 你夠進來吧 我先去吧 好嗎 好嗎 準備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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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來吧 來吧 好嗎 來吧 好嗎 好嗎 那这么说 你是自觉归顺炎新城的 而元帅是被打伏的 也不能算是打伏吧 你知道狼王和头狼吗 听过啊 就是一个是狼群的王 一个是冲锋陷阵的将军 答对 那对于爱情而言 狼王一旦动心 一辈子就只爱一个人 对于冲锋陷阵的头狼而言 就只懂得冲锋陷阵 所以他根本没有谈恋爱这根弦 来 这个周期的设计初稿 和下个周期的制作计划 工作室的原料很多 但是金刻度的还是少了一些 恐怕你要腿一点 没问题 只要是你的设计 再多的高精原料 我都敢下手 谢谢老板 除了工作 我们聊点别的事吧 蓝海一星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严星城又有什么危机 唐琳 这件事跟无关 不是我 是之前 我碰到沈曼宁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你说庄稼 会不会还藏着什么秘密 老大 根据调查 已经可以初步确定 车辆的行踪 虽然元帅还是跟丢了 让车跑了 但是车的来源 已经搞清了 这辆车 是租来的 租车公司是一个有二十年 历史的老牌公司 不出我所料 他们租车的证件 也全部都是假的 他们把车扔到了远郊的水渠旁 换而言之就是说 他们想在沈曼宁家拿走东西之后 弃车而逃 但是让你撞见了 你还跟了去 等一下 你说 二十年历史的公司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在运输业很有名 它的业务非常广泛 许多年前 它还跟着出国元件的工程队 在当地提供过运输服务 在事件当初发生的时候 庄家并没有大宗资金 从国内流向国外 也没有公司日元出入境的记录 但是我把数据解锁范围扩大之后 发现了一条看似普通 但又很奇怪的线索 这条资金流向 金额不算太大 它的出款人和收款人 全部都是普通人 他们和庄家和蓝海一星 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这些人 连蓝海都没有去过 收款人 江敏 是名中年女性 这名中年女性 在国外建立这个账户之后 就只有这一笔款项 没有任何其他的资金流动 更奇怪的是 这十七年 这笔款项 一直没有人动过 十七年没有动 我也觉得奇怪 于是我去调查了一下 这名中年女性 十七年前 就已经去世了 这笔钱 现在没有主人 甚至 十七年前她去世之后 她的亲属 都放弃了这笔钱 一笔无主押了 十七年的钱款 这和我们要查的事情 有什么关联吗 我去调查了这个账户 有一名中年男性 登陆过这个账户 但是她没有取走一分钱 自那之后 十七年 这个账户 没有人动过 哪儿去了 你在干什么 爸 没事 我得找点东西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就在这儿 我就丢在这儿了 怎么不见了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丢三落死的 在找什么 爸爸帮你 没事 爸爸 我就找一个胸针 玫瑰样式的 胸针 嗯 爸 没事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在找找 肯定在这儿 我一定能找着啊 你到哪儿去了 到哪儿去了 妈宁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爸 原来在你这儿 幸好你把我收 妈宁 把东西收好 以后 可没人总在你后边给你收拾 来 喂 行程啊 还没睡啊 还没呢 这么晚了 在忙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的胸针在我这儿 现在很安全 你就放心啊 真的 今天晚上呢 我会看管好他的 我待会儿去把门啊 窗啊 全都锁好 我爸今天也在家 保证他的安全 好 袁硕也安排了人 在你们家附近 放心休息吧 那你呢 我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你别忘了 明天我们可是约了你要来我家的 我希望我爸能看到一个 又酷又帅的你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我会按时出现的 哎 行程 我希望明天 我爸见到你的第一眼就会特别喜欢你 然后他就会特别支持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永远永远都在一起 好不好 一切都交给我 会顺利的 那我等你啊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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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颜先生你来啦 我 怎么跑这么急啊 我在等你啊 等我 是怕我不来吗 我是怕有些人突然就变成胆小鬼 然后临阵脱逃了 不过 颜先生 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自己逃走了 你选的男人会这么没用吗 走吧 等一下 我带了礼物 颜先生很懂礼节嘛 不过你也要等等 不过你也要等等 跟我来 你戴什么 我上次不是把你的领带弄坏了吗 所以这一次 给你买了个新的 我亲自给你挑的 我觉得颜色还有款式都特别衬你 而且店员小姐姐还说 说什么 她说 如果女朋友 给男朋友亲手戴一次领带的话 那她就会 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掌心里 你怎么总是相信这些 先你做 领带 因为我爱你 你怎么办 我记得是这样子打的 我还专门看了视频学的 怎么不对了这 嗯 我教你 嗯 我说那我不要 我当然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我 我会把你带走 你不想要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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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行成 上次 那个什么蓝海的总裁 把曼宁带去你们家 让他假扮另外一个女孩子 爸 你怎么又提这件事 曼宁 他把你带到他们家去那么长时间 今天上门 我这个做父亲的 能不问一下吗 伯父 对于那件事情 我很抱歉 是我让曼宁为了我和我的家人 做了冒险的事情 但是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说到做到 伯父 我还有另一个名字 是 严毅 爸 你怎么了 曼宁啊 你去画牌查 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他聊聊 不继续问了吗 我的年龄 身份 家世 是 我今年二十七岁 是蓝海集团大女儿的长子 我父亲是严厉 母亲是庄伟轩 我还有一个妹妹 叫庄信严 你 你们家 还有那么多人呢 是啊 他们 都去世了 十七年前 他们遭遇了一场车祸 我父亲当场身亡 母亲落入深海 至今下落不明 妹妹在遇到曼宁的时候 也因为意外 离开了 你 你想爱 伯父我想问您个问题 家里只有您和曼宁两个人吗 这么多年 您是以什么职业为生 我 我的职业 你们在聊什么 在聊你的出声啊 聊我的出声 嗯 那应该是我怕问你 怎么变成你问我爸 因为想了解更多的你 我有什么好了解的 我的生活呢 就特别简单 我爸特别辛苦 一个人辛辛苦苦地 把我拉扯到你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爸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靠着跑运输 才把我养大的 货车运输吗 嗯 而且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生了一场重病 那个时候 我爸为了赚她的医疗费 还跑去国外 搞了一段时间运输 好 星成 你怎么了 曼宁 我有点饿了 你去帮我拿一些吃的 没吃午饭 那你等我啊 我说你紧了 你怎么会去的 我都不理解了 你自己去的 人吗 你自己去的 我还没想到 这种什么 姓姜 叫姜明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年炎翼父母的车祸 发生擦撞的货车司机姓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崩塌 假如放下遇见 反复这场冒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些 也许在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恋 秒针滴滴答答 转动的每一下 此时此刻 你还好吗 总在梦醒的时候 想起你啊 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崩塌 下落勇敢一些 也许在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恋 我们之间 我来说 想起你 我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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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